這個SKY的無人機大小事 其實這個也是因為我們那個意向分推大 為了考無人機跑到那個雲林 然後跑到雲林以南去考 所以我們做了這個 那其實它功能其實還蠻簡單 就是如果有無人機的訊息 就透過通訊軟體 可以LINE、Telegram這些通訊軟體去通知 目前有可以報名學科、術科 場次通知、考場天氣預報 可以功能分散在每個LINE的群 跟通訊軟體上面 最快的時間是一秒 最慢是20分鐘推播在每一個不同的 未來可能做無人機相關訊息推播、活動警報 以後可能無人機定位跟把它寫成機器人 大概軟體就是這樣 它如果有什麼特別的訊息 就會推播在通訊軟體上面 比較特別的就是 目前現在法規上路大概 考的徵照大約有500張 現在7月公布大概 無人機徵照發出去大概2000張左右 再來是 最主要是報考很難 因為名額你如果上它官方網上看幾乎都是滿的 報考因為考官的狀況 就是會有各種不同的程度 看考官的判斷標準 然後考完才是第一步 因為拿到徵照你還要做很多申請 像這個 空域你要畫KML或這些圖資 而且那個圖資要特別注意 那個圖資是 你要比那個縣市開放開源的 那個縣市圖資還要小 不然就會這樣 就是一個縣市圖資會變成 登登登登 不然是一個縣市 就會變成其他縣市都要 都跑出來了 都一定要那個縣市要審核過 才會沒有問題 好 再來很好玩是 它現在還有出現那個 可以無限報名 網站上 無人機網站上放假出遊 那個圖資網站 會停工 下面知道嗎 很有名的官貿出品 大概就這樣 7月以前是說 特別我日期有沒有留下來 本來說7月1號以後 它只能報一個 現在8月了 你看同時報兩筆 還是可以成功進去 但是 有個那麼回報了 這個功能改掉了 就是 目前就真的 它是最後在那個 送出檢查的時候 它沒有在檢查你資料庫 是不是已經有報名 起筆成功 那這個部分 大概已經修改掉了 希望你們如果 有興趣可以去出來看 沒有什麼bug 還有它的那個圖資 這是一般民眾在APP或網站看到的版本 正常來講就是綠色 黃色跟紅色 代表不能去飛嗎 黃色可能是告訴你60米 綠色就是可能一般民眾可以飛的 但是 法人版可以看到這個 告訴你你可以飛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而且是限制 是多小的飛機 但是一般民眾 看不到這個 所以說 如果在這種地方飛 感謝你 會被罰款 那有空可以去這個民航局網站 可以去看 但是不要害 因為現在 蠻多功能 還 開始有做紀錄 那如果你真的 呃 有興趣去考那個文技術科 可以去 這邊 可以加入 就 每個地方的區域 都有 還有專門博弈銷的 就是這樣 報名就是一直一直推播 那如果你不想看 你把聲音關掉灌 那個會聽到很煩 好啊這個 Teligate的版本 可以去看一下 還有其他賴群的 重點 無人機10月以後需要收費 註冊 操作證 10月以後要一個一個考 開始考 再來 註冊 註冊每家無人機要收50塊 好 這個是目前新製的 就如果有興趣可以去參考一下 如果 重點是 要考很 如果考到一張正張 目前就是 可能考一個學科 啊你考一個術科就完了 再來是 你要分三次 考一個學科 考一個 基本級 再考一個高級 就是一直在跑 一直在跑 考上 啊那個地方 注意喔 不要下雨 下雨你就要再來一次 大概是這樣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